各位好 歡迎各位來到 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我是陳俊醫師 今天是我們肺腑之炎化療俱樂部的單元 今天我們不談肺癌 來談一個肺部比較少見的惡性腫瘤 叫惡性肋膜尖皮瘤 今天的部分來簡介跟它的一些治療的方式 肩皮瘤其實不只是會發生熱膜 但是肩皮瘤不管發生在哪裡肩皮瘤相對都是一些很少見 但是它即便是少見它卻具有高度的清洗性 它是一種源自於內臟表面的脖層組織 我們稱為肩皮細胞的一種癌症 但是肩皮瘤當中其實80%都來自於胸膜尖的 我們稱為叫熱膜的這個胸膜尖的上皮細胞 我們叫熱膜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般講的這個肩皮瘤 大部分的人會指的是惡性熱膜肩皮瘤 英文的簡稱叫MPM Maligena Promesoceroma 現在熱膜在哪個地方 其實這是我們肺部的組織 肺部的外面有分成兩層 一層叫做臂層熱膜 一個叫臟層熱膜 在臟層熱膜之間 它其實會有一些所謂的潤滑液 這潤滑液就是讓我們的肺部在擴張收縮的過程中間 其實有一些潤滑的功能 但是這個熱膜的上皮細胞裡面 肩皮的地方如果長出了腫瘤 就叫做惡性熱膜肩皮瘤 然而就如同我們剛才也提到的 肩皮瘤84%熱膜來 有一部分是產生從所謂的腹膜來 還是有一部分是從所謂的腥膜膜來 但是還有一些是從所謂的高丸的翹膜 其實其中以熱膜長出來的肩皮瘤最為多 大概佔了七成至八成 副膜來的長得比較少 大概有一成到兩成 那熱膜 二性熱膜肩皮瘤呢 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 食棉的過度暴露 然而在食棉過度暴露的過程中間 其實還必須要伴隨一些基因的變化 特別是一個叫做BAP1的一個基因的表達會缺失 BAP1這個基因其實它的學名叫BROCA1的相關蛋白1 顧名思義就跟我們之前提到的BROCA1是有點關聯性的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這個基因的功能 通常BAP1基因的功能缺失 通常都是為後天突變造成 先天隱藏的突變相當的少 BAP1其實是一個腫瘤抑制癌症的基因 其實是一個抑制癌症的基因 這個基因呢 如果當你的有暴露到一些食棉 這些食棉從空氣 從你的鼻腔吸入到肺部 到這個熱膜產生一些所謂的刺激以後呢 這時候會刺激一些發音的反應 當這些發音反應在刺激的過程中間 它會引起所謂的一些基因的一個結構體的改變 特別是DNA的結構體改變 當DNA結構體改變以後 它就會產生一些修復機制 來修復這個結構體的改變 但是當你這時候出現個BAP1的基因的突變 BAP1就是來控制個基因的結構的穩定性 如果這個BAP1的基因出現了問題 基因結構的穩定性的完整性 就不再被人維持 所以這時候的基因的不完整性 不穩定性就會持續的進展 進而產生一些所謂的表觀基因的遺產 跟基因不穩定性的延續 這時候就讓熱膜的細胞產生了惡性的變化 目前肩皮疙瘤的治療選項 最好的治療選項還是開刀 可是很多病人無法開刀 因為熱膜的負散範圍比較廣泛 甚至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一些熱膜 其他遠端熱膜的侵犯 所以開刀起來其實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其實常常很多病人的 二性熱膜的肩皮疙瘤是不可切除的 在不可切除而切除的 這些熱膜的肩皮疙瘤的治療的選項 通常都只有化學治療 是主要的基石 那為什麼會是化學治療 是一個主要基石呢 目前就只有這個方法 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化學治療 會比較好呢 早期來講 我們都給病人用的是柏類的治療 後來一個藥物叫做艾琳達 叫做Paymatricet Paymatricet這個藥物出現了以後 其實當這個二性熱膜的肩皮疙瘤好像看到了數字 在一個重要的臨床研究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用艾琳達加上順薄 他疾病控制的時間會比單獨用順薄 大概從3.9個月延長到5.7個月 而且病人的中未整體生活時間 可以從9.3個月變成12.1個月 所以目前二性熱膜肩皮疙瘤無法切除的情況下 標準的話學治療就是 艾琳達加上順薄的治療 所以全身心的化療對這些不能手術接觸的 二性熱膜肩皮疙瘤病人來講 是第一線的標準治療 而且目前標準治療就是用順薄加上艾琳達的治療 但是這樣的治療其實還是有待突破 比如說在我們二性熱膜肩皮疙瘤產生的過程中間 必須會有一些腫瘤血管新生的一些因子的釋放 造成腫瘤血管的新生 這時候就有人在思考說 會不會可以跟肺癌的病人一樣 在化療的基礎之下 加上抗血管新生的藥物 Avastin這個所謂的Avastin的治療 於是在熱心熱膜肩皮疙瘤當中 就去想到說可不可以這樣試 試試看會不會有效 在癌症熱心熱膜肩瘤生產的基礎當中 血管新生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於是就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叫做MAPS的研究 這就是在第一線的化學治療的基礎上 我們加了艾斯廷這個抗血管新生的藥物 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研究結果發現說其實 加上癌死頂扣確實 疾病控制的時間 整體的存活時間 確實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它確實會比較容易 付出更多的一些副作用的代價 所以目前來說 第一線來講 如果用全身性的化學治療加抗血管的標靶 在這個惡心熱膜肩皮疙瘤無法手術的情況下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治療選項 甚至比化學治療要好 但是要注意 毒性的部分可能是 比單獨用化學治療來講 要來的大 所以肩皮疙瘤的總體癒後 就算有了化學治療 有了抗血管新生的有效治療 但是它的治療曾經還是非常不好 而且還是需要有更多的突變 在今年來 免疫檢查點這個抑制劑 在很多癌症都取得很重大的突破 很重要的進展 特別是一些難治無法突破 治療上有非常大的困境 無法突破的一些癌症 看到了一些很多的曙光 包括像一些什麼黑色素瘤 像一些所謂的腎癌等等 都有很大的突破的激發 二性肩皮瘤到底 可不可以用所謂的免疫治療 是值得被期待的 好這個部分就有在我們 接下來會繼續探討 二性熱膜肩皮瘤 在免疫治療的一個角色 接下來以這句話來做一個結尾 二性熱膜肩皮瘤化療 標靶在第一線治療來講 在目前來說 還是有一些不理想的空間 期待努力 今天演講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 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